圣灵的大能到底多有能力了 想不想知道 很多时候有人就问说 牧师 牧师 我很想改变 我很想 我的脾气很想改 改得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 可是就是改不了 学生对于我说 牧师 我很想改变 我想改变得更有几率 更加的努力 更加用功 我的成绩 我想改变 从最后一名变成第一名 很多时候有的人跟我说 我很想改变 我想在事业上闯一番大事业 想赚钱 供应家里面一切的需要 好叫我的家庭是足够有余的 可是很多时候 好像还是一样打回原形 但是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神的话要推翻这番话 因为神说什么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靠着自己不能 靠着神凡事都能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经历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大能 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 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 圣灵的大能 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 但圣灵的能力 降在哪里 降在谁的身上 降在我们的身上 就必得着 能力 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然后呢 要为主做见证 一起说为主做见证 所以不要再说 改不了 我不能 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 靠着自己不能 靠着神凡事都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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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